董来福驾驶坦克走着只字路线 避开敌人炮火 同时寻找敌人的火力点 一口气打下敌人好几个凋望 此时老头坦克中弹 机油散热器被打坏 董来福仍然驾驶着受伤的坦克冲击 消灭护城河两侧的敌人火力点 突破口终于打开了 坦克与步兵配合进入市区 锦州攻坚战是我军最大限度的 将坦克集中使用在主要投机方向 直接支援第一梯队步兵冲击突破 充分显示了坦克的突击威力 为我军今后的坦克作战积累了经验 战斗中坦克大队一直打到了范汉杰的司令部 但是这一仗却暴露出一个年轻坦克部队 急需解决的问题 通讯 当时的无线通讯还没有建立起来 坦克部队是看到步兵指挥部发出的其余指示 开始进攻的 就是在坦克内部 坦克手们相互沟通 也要靠手势或是拍打身体解决 坦克大敌群作战 听起来是威力大破坏力强防御力坚挺 但这些作战优势都是建立在坦克与坦克间的默契配合的基础上 一旦失去了这通讯联系 各坦克只能是看形势自主作战 而且坦克作战不像咱们开车 踩好油门控制好方向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坦克的行驶和瞄准射击是需要内部人员各方默契的配合才能完成 说白了 如果炮手瞄准了目标 结果开车的那位路线开偏了 那么射击可能也就打偏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不同成员之间有不同的约定 而且这种约定一般是以车掌和炮掌作为主体 有的是你踹两脚 这信号表示前进 踩一脚表示停止 还有的拿手比划 往前走 往后走 手往下按就停止 这些都是坦克成员自主开发的信息沟通方式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 这叫阴漏就简 坦克打仗 能开到战场 开炮 那也就行了 战后 东北战车团总结锦州战役中的表现时说 深切感到通信器材的缺乏实为严重问题 此时 坦克既无无线装置 亦无车内通话器 在指挥上极不便利 车内之联络则用喊话 手足按摩的方法 坦克间互相联络 给予上级友邻间有所请求时 仅靠其余讯号都是不能充分保障的 但此一问题 在当时情况下 也确实无法解决 战后 老头坦克被授以了工程号的称号 东来府荣立了一大功 当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正式成立时 他们整合了全国范围内我军的坦克部队 建立了坦克一师坦克二师和坦克三师 以及若干个独立的坦克团 这里坦克一师的前身就是东北坦克大队 而坦克二师的前身是华东坦克大队 这两个坦克师就构成了出生的解放军装甲兵部队的主力 华东坦克大队的成立要比东北坦克大队晚两年 当东北坦克大队用缴获的日本坦克来武装自己的时候 华东坦克大队则是奋力从国民党军队的手里来夺取武器 华东坦克大队